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子有突围症 林依晨的豪门生活真的不好过 但是网友发现始终只有林依晨一个人 那她的丈夫在做什么呢 林依晨自称 夫妻两个因为疫情原因 间距变得很大 大概要三四个月见一次 两个人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台湾 长期分隔两地 她表示 自从2014年结婚后 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七年 也习惯了 她说话间 30秒内摸了四次鼻子 加上语气神态迟疑 被网友猜测 她实际上在说谎 可能已经出现婚变 尽管 她神态不似往常那般甜美 仍然传递出一种 我很好的讯息 网友们纷纷猜测 林依晨如此卑微的原因 正是因为结婚至今 还没有诞下子嗣 而为此林依晨也是想尽了办法 为了能怀孕 不惜停工三年 各种手术药物 甚至生吃甜鸡等偏方 都愿意尝试 也算是孤注一掷 经纪人透露说 损失的片酬都能盖几栋大楼了 面对网友和记者的各种催生 林依晨直言自己什么都试过了 并且十分期待孩子的到来 从2014年就传出 因为林依晨一直未能生育 导致婆家友谊 让儿子离婚另娶 但或许爱情的力量如此之大 让林依晨甘愿放弃心爱的事业 熟悉她经历的人都知道 林依晨的前半生 都可以被写成一部励志典范 1982年 林依晨出生在台湾省宜兰县 五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从此十几年的时间 都是母亲独自养活她和弟弟 高二那年 妈妈突然小脑中风进了医院 林依晨才知道 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三口的开销 只能用乙卡养卡的方式强撑 后果可想而知 信用卡透支的越来越多 加上利息 一共欠下300多万新台币 这对还是高中生的林依晨来说 就是天文数字 十几岁的林依晨 不仅要照顾生病的妈妈 关心弟弟的成长 还要想着怎么挣钱补贴家用 重担压在身上 她一夜间长大了 关键时候 林依晨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2000年 因为弟弟想要一台电脑 刚好得知台北捷运报 举办的美少女比赛 奖金足以买一台 还可以帮家里还贷 林依晨就想着 又不报名试试 后来她回忆到 当时我就拿着那个厚厚的信封 站在油桶面前 我想这难道会改变我的一生吗 没想到 林依晨顺利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她签约了一家娱乐公司 这次参赛真的改变了她的一生 2001年的流星花园大火 偶像剧数量俱增 相应的演员需求量变大 林依晨迎来了自己的机遇 一位导演找到林依晨 让她出演了18岁的约定女主 也是这一年 她进入了大学 开始从母亲手里 接过养家的重担 生活开始为还债拍戏 兼顾上学的地狱模式 这部剧之后 林依晨开启了自己 偶像剧女主罢评的时代 2004年 林依晨拍摄电影处女作 飞跃情海 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资源也多了起来 第二年 和胡歌合作拍摄古装神话剧 天外飞仙 饰演精灵古怪的仙女小琪 和正元唱合作拍摄偶像剧 恶作剧之吻 饰演呆呆奔奔 又很努力的原香琴 让无数少女 带入了初恋的自己 2008年 剧集恶作剧之吻2开播 又打破了当时 偶像剧收视记录 林依晨凭借这部剧 拿到了第43届 金钟奖的事后奖杯 成为台湾凭借偶像剧 拿金钟奖事后的第一人 2011年 28岁的林依晨和陈伯森 合作《我可能不会爱你》 饰演骄傲又自信的女主 程又卿 这部剧被誉为 台湾史上最文艺的偶像剧 也成为台湾偶像剧 收视率排行版第一名 林依晨也从单纯可爱小女生 成功转型知性淑女 再次拿到了金钟奖事后 作为事业型的演员 林依晨在拍戏的过程中 能够始终保持清醒 与她合作过的男星 个个都是颜值高 演技好的男神 但林依晨却总能出淤泥而不染 出道多年 从未与任何一个男演员纠缠不清 但被她迷倒的男演员 也不在少数 作为台湾偶像剧鼻祖的 恶作剧之吻 就是由林依晨与郑元昌合作出演 在这部剧中 两人还奉献了大量的吻戏 其中有很多场吻戏 都是郑元昌主动提出加戏的 在拍摄结束后 还曾多次告白林依晨 直言自己曾无数次动心 无法从戏中走出来 被问到如果要在 相亲和依晨中选择一个时 郑元昌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选择现实中的依晨 相比郑元昌的入戏太深 林依晨却显得无比清醒 既没有让自己沉迷 也没有给对方不可能的希望 表明了原香琴与江直树 只有在戏里才会在一起 除此之外 胡歌也曾对林依晨动过心 在某一期快本上 胡歌与唐嫣为了宣传新剧一起出席 当何炯问胡歌 有没有对合作过的女演员动过心时 唐嫣说出了林依晨的名字 这十一旁的胡歌也害羞地低下了头 胡歌与林依晨合作过《天外飞仙》 与《射雕英雄传》 而且都是男女主角 拍戏时两人配合默契 心有灵犀 林依晨还对胡歌说过 演戏就是探索人性的过程 而这句话也一直被胡歌铭记在心 在无数的CP粉中 粉丝们希望林依晨和胡歌在一起的心愿十分强烈 但身处纷扰的林依晨却始终保持清醒 将彼此之间控制在最得体的距离中 而最终两人还是错过了 林依晨结婚那天 胡歌的新婚制词 引用了陈学东不再见中的一句歌词 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 这其中的遗憾与无奈 不言而喻 而两人也成为粉丝心中最一难平的一对 2009年 长年辛苦工作的林依晨 虽然为家里还完了巨额债务 但也把身体搞垮了 她的脑垂体被发现有囊肿 必须停工进行手术 曾经的拼命三娘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面对可能有风险的脑部手术 林依晨却显得非常淡定 她还安慰妈妈不要伤心 也不要自责 演戏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并不是因为家里的债务压力 过早长大的林依晨 曾经在23岁就立下了遗嘱 经过了太多荣誉和掌声的她 早就想清楚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好在做了切除手术 病情逐渐好转 不过从此之后 林依晨心态开始转变 生活得更加随性 她直接宣布暂停演艺事业 去英国留学一年 攻读表演专业 工作节奏的调整 让林依晨有机会重获爱情 2014年 林依晨在表姐婚礼上担任伴娘 而高中同学林玉超就担任伴郎 林玉超算是企业二代 样貌 学历都算不错 家族一直经营浅水器材公司 两人十年后重逢 蜿蜒互动过程产生好感 两个月就确定了终身 2014年 32岁的林依晨和林玉超在台北举行婚礼 好像是程又卿和李大人似的感情 一切水到渠成 自安而然 没想到婚后 两人长达七年的婚姻 还是出现了问题 2019年 突然有媒体报道 林依晨老公出轨 还被她当场捉奸 婚变传闻越远越烈 一直有消息传出 她还要承受着不孕就离婚的压力 熬过了欠债 度过了大病 都以为这个笑起来很甜美的女孩 能找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 然后被宠成小公主 收获一个幸福的后半生 没想到 林依晨还是没有躲过婚姻中最不堪的一幕 林依晨的谨慎 讨好都在表明 她依旧没有摆脱来自出道前的自卑 没有从成功的事业里 过得安全感 其实安全感 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 当你将安全感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就要做好被辜负的准备 尤其有些男人 一生叛逆 越被管着越叛逆 越被惯着越任性 她的内心始终 都像长不大的孩子 而婚姻中 女人付出的越多 越不被珍惜 你越懂事 越容易被忽视 身为女人 无论你实力如何 爱情多美 走入婚姻后 都不要放弃你的事业 因为爱情是一种奢侈品 而且易碎 当你的生活重心 是实现自己价值 不再是一味地为他人付出时 你才能真正地活成 高不可攀的样子 只有做一个这样自私的女人 你才会越来越被珍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赞 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 谢谢观看